欢迎您继续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结语二撰写,今儿为您播讲的长篇有声小说,唐钻 第693节 泉州变成了海盗的天堂,烧杀抢夺,至于奸淫这种事情,他们很想做,只是高山阳子没有给他们这个时间,他需要将泉州人全部围拢起来 这些人是他和这些海盗能活下去的唯一一仗,万万不该有失 公主,这样做没有用的,大唐律规定,军队不受胁迫,主将被擒,副将顶替,副将被擒,都为顶替 您就算把所有的校尉都抓了,百人队的队长就会自动成为统帅,胁迫对他们没用,更不要说我们面对的是穷凶极恶的云业 城九归种,还有其他大小的海盗头目,都忧心忡忡,只有高山阳子显得极为镇定,娇笑着说 所以,我让你们把所有百姓抓过来 唐国皇帝说过,百姓为水,军为州 我想看看,他们到底会不会顾及这些人命 鬼种,我们缴获的火油很多,将这些火油给这些百姓泼到身上,天亮了,云业也就该来了 当海港里战势平息,天也亮了 战舰上的火焰也被将士们逐一熄灭 海面上漂浮着无数的死尸和碎木片 那些救援不利的战舰上的火药被引燃了,所以船也就成了碎片 还有一些战船不是自然,而是被绝望的船长自己点着的 所以碎木片在海面上铺了厚厚一层 昨日还翻墙林立的泉州港,如今变得满目苍疑 一些无人的海盗船上还在冒烟,将天空都染成了灰色 大地号推开烂船的残骸,缓缓驶进了泉州港 云业站在甲板上,弯弄着手指,看着眼前的惨状 破烂的船,破烂的人,破烂的海港 流人院虎沫含泪 东鱼人熊还有大地号上的所有人都肃立在甲板上 看着眼前破破烂烂的岭南水师 这就是那支无敌于天下的舰队吗 残存的岭南水师官兵,见到了云子大旗 败倒在废墟里,痛哭失声 娘的,至少少了三成的人 比上一次攻略高烈,抢遗骨还要凄惨 云业心里的石头到底还是落了地了 这样的损失已经比他预料的要好很多 这些人作战还是很勇猛的 从大地号上放下一艘小船 云业下到小船里 回头对哭得稀里哗啦的庞玉海 林业府,玉民三个人吩咐道 重新将岭南水师登记注册 今日晚间我要看到受损的情况 卢成庆的副将居然没死成 少了一条胳膊跪在一艘船的甲板上 等云后的发落 和他跪在一起的还有十六名五里司马 以及百十名大小校尉 云业上了船,很小心 似乎担心自己的新靴子被炭灰弄脏 还掏出手帕 抽打了一下斜面上的灰尘 抬眼看着甲板上的这些人 走到富江的身边 小声的说 你怎么还活着呀 卢成庆呢 他是不是也活着 说完 瞅着海里的浮尸嘟囊着说 该死的都没死 不该死的全死了 云后 大将军落入敌手 请云后施以援手 至于末将 这就去死 副将磕了三个头 掏出一把手叉子 想不想的就捅进了自己的太阳穴 他是武将 知道怎么死 才是最快的死法 云烟没有理睬自杀的副将 又拍着吴里斯玛的肩膀说 你富有监察之职 你来告诉我 你认为自己 接受什么样的惩罚 才能对得起 飘在海里的兄弟呢 我知道 选择这个时候 整肃军纪不是一个好时候 这是白白的 再给那个女人送去胜利 可是啊 我担心海里那些 枉死的兄弟们怨恨 你听没听见 他们的惨嚎啊 吴里斯玛脸色惨白一片 念诺良久才说 我是活不成了 但是下官的处罚权 不在云猴手上 需要压解进京 听评陛下处置 云烟苍狼一声 抽出了腰里的横刀 护圆圆了 砍在乌里斯玛的脖子上 乌里斯玛的血 溅了云烟一头一脸 他抛掉燃血的横刀 咆哮着对那些跪在甲板上的大小军官们厚道 这就是战无不胜的岭南水师 谁告诉你们可以把人随便安排到船上的 谁告诉你们船上可以接受外食的 谁告诉你们入港之后 军舰可以摆得这么密集的 咱 告诉我 岭南水师的规矩 什么时候被改的 谁告诉你们大将军 有权改动水师条例的 现在 你们来告诉我 出了这么大的娄子 谁能担当得起 卢成庆 还是这个被我砍死的吴里斯玛 段春方 还是你们这群蠢货 高尘阳子现在就在岸上 抓了上万人 打算跟我讨价还价呢 你们告诉我 我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奶奶的 这时候和老子说处罚权 败毁军地的时候干什么去了 告诉你们 老子不但砍死你 老子连你的家人都不放过 前面几年对你们真是太优待了 一个个把屁眼当眼镜使 现在看看 一个女人带着一窝子海盗 就把你们祸祸成什么样子了 就这样的狗屁战力 我还能指望你们讨伐窝国 寻找罪魁祸首 你们他娘的怎么不一个个全部战死 老子往兵部的战策上写的时候也好看一些 知道老子是来干什么的吗 就是为了来救你们的狗命 老子两个月跑了一万多里地 就是不放心的 紧赶慢赶的 还是晚了一步 这些海里兄弟的命再也救不回来了 云烨再也忍不住心里的痛楚 泪如泉涌 那些大小降校也嚎啕大哭 不住的拿脑袋往甲板上撞 死去的都是兄弟袍子 就是因为自己的一时疏忽 习惯性的遵从上方的乱命造成了今日的灾祸 云烨流了一会眼泪就止住了 敲着船弦下令道 敲出五千战力强悍的 随我上岸 剩下的人开始打捞兄弟们的尸体 务必做到一个不漏 力威不可太甚 杀掉为首的两个人也就足够了 这剩下的大部分人都是从自己起家的时候就跟着跑船的 实在是下不了杀手 高山杨子还在暗上呢 这个鬼女人这一次居然摸准了自己的心思 没有一头往大地号上撞 而是选择了上岸去抓人质 云烨非常盼望这个女人脑子坏掉了 放过百姓 拿官员来威胁自己 如果这样 自己就会毫不犹豫的下令攻击 不管死多少人 也要把这个鬼女人干掉 现在他抓着老百姓 这就棘手了 如果是别的将官 这样的情况呢 很好对付 只要下令攻击就好了 然后再把百姓的伤亡上报为战损就是了 到时候自然有官府出面抚恤 和自己无关 只要能把海盗干掉 那就是大公一件 云烨自问了八次得到的答案都是否定的 自己干不出来 目前的情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 这一回麻烦大了 狗日的泉州府兵是干什么吃的 等事情结束了 再去找那个王八蛋算账 现在当务之急 先把人救出来再说 时间还不能长了 时间拖得越久越麻烦 高山杨子坐在林街的高楼内 这里的地势非常的好 视野开阔 身后就是泉州繁华的街市 是一个尽可攻 退可守的好地方 云烨的大旗 他隔得老远就看见了 喜欢在海上用波浪旗的就云烨一个 他看到无数艘小船纷纷靠岸 船上的甲兵已经在整队的时候 长吸了一口气 现在就到了检验云烨 是不是一个纯粹的将军的时候了 海盗们全部眼巴巴的看着高山杨子 他们对云烨的恐惧深入骨髓 在云烨面前投降 傻子都知道会是一个什么结果 不说别的 刚刚进港的大地号船线上 就挂满了还活着的海盗 这些人一定会被云烨送到螃蟹岛的 他们对此没有犯点的怀疑 云烨上了岸 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包围高山杨子 而是在原地筑起的公室 他们没有提出和高山杨子对话 高山杨子也没有向云烨提出要求 第一道公室筑好之后 就开始准备第二道公室 高山杨子不作声 但是底下的海盗却鼓噪起来 因为筑起第二道公室的材料 是从海里捞出来的海盗尸体 尸体是如此的多 以至于公室已经接近了海盗的防御圈 五千人就想围困住上万人 这不可能 云烨只有先生夺人 靠着自己精良的装备 让海盗崩溃 牺牲是免不了的 云烨心里暗自叹息 他只希望这种无谓的牺牲能少一点 他忽然想到了什么 把人熊喊了过来 吩咐了几句 人熊就快速的朝海港跑去 刘仁苑听见了云烨的话 想问又闭上了嘴巴 您正在收听的是 喜马拉雅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唐砖 一万多人被关在狭小的空间里 自然有很多的事物 泉州的百姓却在海盗的钢刀下 不敢有任何的异动 就在刚才 那个想为妇人争取 如厕的权力的夫子 就被海盗活活的乱刀砍死了 公主 兄弟们非常的烦躁 已经有人在鼓噪着又杀人了 说是把这些人杀掉之后立刻进山当山贼 也比这样和官军耗着强啊 成九 我看这是你的想法吧 你也不想想 我们是海盗 没了船 跑到山上去 告诉你 立刻就会有唐国的大军 封山抓人 海里的英雄跑到了山上 这就是在自寻死路啊 你看到了没有 云烨不进攻 只是一味的推进 就说明他也在打这个主意 就是想把我们赶到山里去 我早就说过 陆地上是唐国的天下 我们想要壮大和发展起来 只能在海上想办法 只有辽阔的大海 才能给我们足够多的藏身之所 成九苦笑一声道 咱们现在连一艘船都没有 如何下海啊 就算是下得了海 哪艘船能逃脱大地后的追捕啊 我带的那支舰队 总共五十一艘船 都是咱们最好的船 只是两个时辰 就被大地后摧毁得干干净净 我如果不是上了小船 这时候也该被云烟挂在船鞋上了 高山杨子妩媚的笑了一下 葱白一般的手扶过了成九的脸庞 在他的额头上轻点了一下 你呀 就是不知道多用心思 云烟挥下的汉将赖传锋已经来了 你看就在那里指挥 他的手下也不再是昨晚一山不整的乱军 而是盔甲明亮的武士 咱们虽然人数多一些 却不是他们的对手 他为什么不进攻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把我们赶到山上去 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赶 云烟这个人我很了解 他对我们凶残无比 螃蟹岛上遍地的尸骸就是证明 但是啊 这个人对自己的国家的子民 却仁慈无比 我当时在长安的时候 就听说过他的一个小段子 说有一天云烟扛着自己的宝贝儿子 路过一条小河 河上没有桥 只有一道独木桥 当他走上独木桥的时候 一个挑着粪桶的老农 也上了独木桥 走到了桥中间后相遇 老农不认识穿着蚂蚁的云烟 就破口大骂 让他滚回去 还说他没张眼睛 没看见他挑粪呢 你说说 要是你是云烟 会怎么做呢 要知道他的护卫 可就在后面跟着呢 承久翻着眼睛 不解得到 还能怎么样 一个老农和一位侯爵相遇 自然是老农会让了 或者一挖着 推到河里就是了 高山阳子摇着头 对承久说 这也就是你为什么 成不了大人物的原因 云烟当时就和老农对骂起来 直到骂赢了 这才往后退 给老农让了当 承久 这就是云烟呀 君子可以欺之以方 我们掠夺来的这些百姓 就是我们活命的根本 有了这些百姓 我们向云烟要传 他也会乖乖给我们的 日上三竿 高山阳子 劫夺过来的那些百姓 开始骚动了 大人一两顿不吃呢 还能忍得住 孩子不吃饭 立刻就叫化了起来 高山阳子没有下令弹压 而是躲在窗户后面 偷偷的看云烟的反应 他不相信云烟那里会没有动静 果然 一个轻衣少年 赶着一辆巨大的马车走了出来 手里拿着一个白旗子 使劲的摇晃 高山阳子下令 将这个轻衣少年放了进来 带到自己的身边 少年人的步伐很稳健 走到高山阳子面前 也不失礼 攻攻手说道 我家侯爷说 给饥饿的孩子送一点吃事 头领还要仰仗 这些百姓活命 我想您不会克戴他们吧 高山阳子 饶有趣味的看着面前的少年 拿手指谈谈他的青衫 笑着说 你来自玉山书院吧 名门高地 果然不凡 处险地而不惊 知必死而不畏 大唐人才何其多呀 难道说 已经多到了 可以随便糟蹋的地步了吗 玉山书院 共计两千三百余名学生 庞玉海是其中最没用的那个 所以 这种危险的活地 都是我来干的 在书院 我也是专门挑水的 庞玉海完全是一副滚刀肉的模样 成九一把扯开庞玉海的衣领 露出了尖头 见庞玉海的肩膀上赫然布满了茧子 确实是长期挑水留下的印记 既然不是自己认为的人才 高山阳子呢 也懒得过问 白白手就让庞玉海去把那些已经检验过的食物 送给那些孩子 书院的人都有些偏执狂 这一点高山阳子是清楚的 当他看到庞玉海把饭团亲自送给那些孩子的时候 也不觉得惊讶 只是当庞玉海打算出去的时候 却被成九冷冷的拒绝了 这个地方只许进 不许出 庞玉海回到了人群 泉州刺史被高山阳子关到了小楼里 还好呢 有几个小丽还在 他小声的吩咐了几句 就找了一个角落坐了下来 身边就是泉州非常常见的水沟 泉州人就是靠着这些水沟 提供自己一日所需的清水 庞玉海把怀里的一个饭团 给了一个找不到爹妈的小姑娘 自己冥冥嘴唇 话说自己也很久没吃饭了 一个海盗受不了这样的诡异气氛 刚刚站起来 就被一只弩箭射穿了脖子 其余的海盗大惊 连忙将自己的身体隐藏起来 就这样 依然不断的有弩箭射过来 将他们露在掩体外面的手臂 或者大腿射穿 高山阳子的眉头皱了起来 云夜这样做只会逼着自己杀人 难道他不想背上杀百姓的罪名 要借我的手来破局 鬼种 从人群里找几个妇人过来 只要云夜哪里再有弩箭射来 就将这些妇人杀掉 我不相信 云夜会杀掉自己的子民 云夜看见了十几个 豪酷的妇人被扯了出来 挡在道路的中央 那些妇人看到对面 寒光闪闪的八牛弩 死命的要往后躲 无奈 那些海盗毫无怜惜之意 一脚就把那些妇人踹到了道路的中间 岭南水师那里响起了鼓 这就是禁军鼓 一排提着大盾 长矛架在窝口的盾兵 出现在街道上 迈着整齐的步伐 一言不发的向小楼挺进 高山阳子的脸顿时变得煞白 他没有想到 云夜居然真的打的是这种算盘 既然是自己先动手 云夜现在有理由冲进去 不顾任何人的死活 准备火把 一旦云夜的军队越过那道白线 就立刻投掷火把 我们火不成 那就让整个泉州给我们陪葬 说这话的时候 高山阳子的脸上青筋都攥了起来 一排 两排 三排盾兵在海盗们的胆战心惊中 越过了那些闭目等死的妇人 在即将穿越过白线的时候 忽然停下了步伐 大呼三声 杀杀杀 手中的长矛也伸缩了三次 被这些盾兵的气势所射 成久手一抖 手里的火把掉了下去 眼看就要落在人群里 却被一把长刀击飞 远远的掉在了空地上 长刀为高山阳子所发 高山阳子 沉怒的瞪了一眼成久 就命空地上的海盗将火把熄灭 当成久重新往外看的时候 却发现那些盾兵又回到了原地 只是地上的那些妇人不见了踪影 他的目的还是这些百姓 这就好 从现在起 不得滥杀 为令者斩 高山阳子高声下了命令 不但他身边的海盗听见了 闭着眼睛假妹的庞玉海也听到了 在一张小小的纸条上写了一句话 装在一个小小的竹管 就丢进了水沟 在水沟的另一个出口 有人在那里等 一只弩箭带着风声 定在了小楼的窗铃上 尾部还在微微的颤动 箭杆上绑着一个小小的布条 高山阳子命人取过布条 展开一看 只见上面写着云叶的一句话 你要干什么 看到了布条 高山阳子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 在布条上写了一个字 传 他努力维持一个宽松的谈话环境 最终的目的就是想要传 各位听众朋友们 本集已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